这些药袋卖20多万 鱼岛有个69级普罗还买了 精致白板 这波好像有个帽子人造的 金刚不坏 蓝子有没有精致 哎呀好好接听个无级别他妈70级非人造 怎么说怎么办他把兄弟们铺垫了23000件 他给我出了个70的无级别还那么野生非人造 一点属性都不报还得吗没有套装 老王终于出了无级别憋了这么久终于出过 哎呀这怎么说呀这太难受了呀 这太难受 这无级别出了还不如不出呢 50万千台交易 50万不卖啊 千台交易得500万 哎呀关键正是这个无级别没有成就你知道吗 你戴上的时候有成就 但是你真正 鉴定的时候必须得是至少80级的时候 就是装备出现了无级别 老板是不是王者啊 出没出无级别 这要多个愤怒 多个愤怒都不行得得多得特技加愤怒 好 i need you in my life i need you in my life 兄弟们看吧你这个腰带 无级别水清愤怒加化魂 这个腰带20多万你们信吗 反正藏宝阁是这么显示的 而且人家确实也打到了16段宝石 第16段宝石就14万多了 无级别水清加愤怒加化魂 对吧 所以说70级的腰带一样能逆袭的 还有最后的两车 我们还可能是80级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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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我的欺人啊 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想要什么 我都能满足你 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笑话 你是我的春暖的花开 带走冬天的感伤 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 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